培训中,范教授运用大量数据统计与分析,近几年卫生行业发生的典型案例,结合血栓感染管理现状,主义管部门的重视和基本要求,职业防护三大方面,详细阐述了战内感染控制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,感染管理组织职责,医疗机械消毒灭菌,消毒机的购置和使用,医疗卫物管理,职业房,户籍职业暴露的处置等职责。 同时,让员工接受了一次感染控制知识在教育,培训结束后,参询员工普遍认为此次培训效果很好,非常适合血栓的工作实际,收获过多。 通过此次培训,是广大血栓员工进一步理解和掌握了感染控制相关管理知识,提高了自我防护意识,对于做好血栓各项业务工作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通讯,通讯原案限无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了一期进入D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